好,欢迎大家回到我Tom Lee的教室 也是继续A Level of Mathematics A Level of 数学的第二课 讲关于功能的 今次我们会讲2.6 Combining Transformation 以下有一堆Combining Transformation的Definition 第一,如果我们有个Graph是F of X 我们要画的就是F of X加A 这个是我们的Domain加A 不是Range加A 不是Y加A,而是Domain加A It is a translation by the vector 我们就用一个Vector是负A的 当Domain是加的话 我们Transform的X value会是减A 记住这个Vector上高是X value 下低就是Y value 如果我们将Domain由正变负 第三这个式就是F minor X 我们就Refract Fx in the Y axis 我们当Y axis是一块镜 然后将X大过0全部反射过去X小过0 就是将它调转 就是X小过0就会变大过0 就将它整个是swap 根据Y的转 是将整个swap的Horizontal 这样去调转了去 一个Millering Horizontal 另外第五这个式就是F of A x 如果X是乘比一个A 一个基数A的话 你会看到Horizontal的Scale 我们将HorizontalScale 就是收窄它是除比A 是刚刚调转的 所以你会看到一三五 全部是Domain有任何改变 它是刚刚调转的 待会我们会用一些例子去解释给大家听 第二、四和六 我们就会说当Y 就是Fx的Y 是加给A的话 Translation就是Vector 就是0 over A 就是X是不动的 0 Y就会是加给A 就是整条curve 是移上或者移下的 这是Y的curve 去移上或者移下 如果我们是 将整个Y 就是Fx是乘比-1的话 我们将它调转 另外我们会用X作为一条 Miller 一条中转 将Y在上面的 就变回到下面 在下面的就变回到上面 这个就是Y的Transformation 跟着最后就是 如果Y 就是Fx乘比A的话 我们就是将整个curve 乘比A 举个例 如果A是等于4 我们就会将整条Path 拉高去所有的Y 拉高去4 无论是正一个Fu 我就是拉上去 Fu的时候是拉下来 就形成一条Transformation的Path 讲了这么久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究竟有讲什么 什么叫Transformation 我们看看例子 其中第一个例子 我们有 Y等于Fx就是这条curve 我们想画Y等于Fx加2 如果x加2 即是Domain加2 我们就会将X减2 根据这个式 这个Domain加2 整个Vector 就是负A 即是负2 我现在就将它减2 我找出这条Path 将它减2 我先画好红色的Path 我将整条Path 是Shift了去 这里是加2的话 整个X的Domain 是Shift了去2这一边 移到两个Unit 来左边的位置 记住不是加2 是减2 是刚刚相反的 你会见到B的Point 是由64变成44 即是X 是由6变成4 因为减2 A这个Point 由2变成0 因为减2 就是Transformation 如果我们有一个Fx 我们做Transformation Fx加2 我就会移到左边 如果是减2 就移到右边 这是第一个Transformation 一个加减的Transformation 第二个例子 就是如果我们有Fx 就是这条Path 跟刚才那条Path一模一样 现在我们要Scale Fx变成F2x 你会看到Y等于F2x 就会怎么做呢? 我们就将这条Path 是收窄了 因为其实2的话 是除给2 不是乘给2 所以你会见到 由6变成3 由1 由2 就变成1 因为随给2 这一边可能是-1 就会变成-0.5 我们将会画那条Curve 这条Curve 将会是这样的 这几点 大家可以看到 这条Curve 就会变成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乘2 如果是随给2的话 那条Curve是阔了 乘给2的话 那条Curve是窄了 我会拉到扁了 即是截扁了 第三关于这个Domain 那个Domain 如果是Fx等于这条Curve 接着我们要做的就是F-x 那条Curve又是怎样呢? 做一个镜面的反射 将Y作为轴 就将镜面的反射 这边负数 负X的数 就变成正X的数 这边 正X的Curve 就会变成-X的Curve 就是一个镜面的反射 Domain的Transformation 1 2 3 第一就是如果那个Domain 是加2的话 我们那条Curve 反围是减2 退去左手 如果那个Domain 是乘给2 那条Curve 反围是窄了 即是除给2 即是1 over A 所以就窄了 如果我们的Curve是这样 我们要做Y等于F-X 我们就会把它完全倒转 将Y作为一个镜 做一个反射面 这次就是到Range加减了 那如果我们的Path 就是Y等于F-X 就是这一条Path 但是当我们将Y 是加1 即是我们要画那条Curve 就是F-X加1的时候 我们就将所有的数字 是加1 上回上去 那你会看到 就是这里是加1 那我画一条Curve 我以前也画了一条Curve 在这里的Y就是加1 Y原本是A2-1 现在就变成A2-1 这个B这一点就是64 现在变成65 那整条Curve是移上了 因为加1就会移上了 如果是减1就会移下 这个是移上和移下 因为我们做Range的Transformation 接下来就是如果我们将它负数 即是整个Path的负数 就是Y等于-F-X Y等于-F-X 我们用一条X作为镜面轴 然后将所有的Y是正 变Y是负 Y是负 变Y是正 你会看到这一条是镜面反射 Range的镜面反射 而看看这个是Dominion的镜面反射 Dominion用Y作为中轴 然后做镜面反射 如果是Range的话 就是X作为中轴 然后做镜面反射 最后一个Transformation 就是Y等于0.5的F-X 如果Y等于F-X 就是这条线 0.5的F-X 那个Y就会乘比0.5 你会看到由6 4变了62 因为刚刚一半 这里就是由2-1 变了2-0.5 0这些点是没变的 Y如果是乘比一个小一点的数 就整个Pub都会Scales down 变了扁了 如果是乘比一个大一点的数 例如乘比2的话 这条Pub就会一直加大 就是这个就会升上来 但是这几点都是exactly一样的 当我们做Transformation的时候 我们怎么画那些Graph出来 这一节最主要是讲这一集的Transformation 讲了这么久 这只是例子和Definition 怎么做Transformation 不如我们做一个实际的Exercise 我们看看这个Exercise 这个Exercise 就是Fx等于Logx X大于0 如果Log0 就会等于-Infinitive Log1 就会等于0 如此类推 但是Log一个负数的话 例如Log-8 就是Undefined 所以这个Ex这个Domain 一定要大于0 因为没可能是0 因为0是Infinitive 所以是大于0 不能碰到0 接着 我们要画的Graph 就是y等于2fx-3 另外 我们就会画另外一个Graph y等于f-x 就是Domain 由正转负 这个是Range乘比2 然后减3 这个全部都是关于Range的问题 这个是关于Domain的问题 然后我们展示 Diagram The point where the graph meets or close the x-axis In each case State the equation of the Ascentals 什么叫Ascental Ascental Ascental就是当我们有些Graph 永远都触不到 Y-Asset 或者X-Asset 我们称为Ascental的Graph 现在我们看看 我们如何画 Logx的Graph 我们首先要画Logx 等于Logx的Graph 当X是大过0 接着我用铐尺去画出来 这个功能 所以当X是1的时候 Logx等于0 这个是1 Logx等于0 即是1和0 Y是0 如果X等于0 即是越接近0 X越小的时候 Y就会接近Infinitive 所以我没有可能画到 接近Infinitive 就没有可能画到 当X等于10 Logx一直放大 所以我们画的Path 应该是这样的 但Y是就是用其中 永远都触不到Y colax 这条线 现时 就是Y等于Logx 现在我们画A这部分 Y等于两个Fx-3 我們要找一下那條線的一個relation 當y等於0的時候 x就是等於多少呢? 我們要找這個point出來 因為我們要乘比2 所以y這次是等於兩個lock x 減3 如果它等於0 即是當y等於0 就是碰到這條線 我們要找那個value出來是多少呢? 即是兩個lock x 減3 等於0 兩個lock x 是等於3 lock x 是等於3除2 x就會是e的3 over 2 我們計算到x等於e的power 2 over 3 當y等於0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point 就是x等於4.48 大概 其中一個point 碰到y axis的point 將會是4.48和0 假設這裡是4.48和0 這一點就是4.48 0 也是一樣 x越來越小的時候 一路路接近0 接著這條線是上的 這條線 就等於y等於兩個lock x 減3 現在我們要找的就是這條 y等於f-x的modulus 我拿第二張紙去教大家如何做這個 我們先畫剛才那條線出來 這條線做 原本的功能 這條線 這條線 就是y等於lock x 這條線 我們要找的就是y等於ε 負 x 負 x 整個 domain由正變負 由正變負的時候 其實把y軸 作為一個mirror 然後mirror 回到這一邊 負 1和0 這條線 就是miller 分過這邊 這條線 就是y等於f-x 如果我們拿這個modulus 那怎麼做呢 就是 將這個 x 作為一個mirror 將y所有的負數 變成正數 就會變成這樣 結果 這條線 就是這條線 我用 這個式 代表這條線 結果 這條線 就是我們要找的 y等於 modulus of f-x 首先 我們就把 原本 y等於lock x 變成 y等於lock-x 反映過這邊 就是這條紅色的線 下這條 紅色的線 然後我們就 拿這個modulus 拿這個modulus 他就會把 y等於負數 反射上來 結果 就形成了這條線 所以我粗一點的線 畫出來 讓大家知道 形成了這條線 y等於modulus f-x 這次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 Muchas gracias 928609 多謝大家 收聽我這條線 如果你們希望 你的學術 和你的英文 是更加好的話 你想要一個 Private Tutor 你可以隨時 聯絡我 令到你的DSE 或者你想考 SAT 你也可以聯絡我 因為我都有一些 私人的補習 在這兩方面 多謝大家 謝謝 拜拜 Muchas gracias